感谢主好久没有来到天母感恩堂 特别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新会堂 看到有这么好的教堂 然后有这么美的一个环境 然后大家这么好的敬拜 真的是向主献上感恩 那我们一起来思考 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愿神的话今天在我们当中 如果您手上有圣经的话 请您翻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如果我们翻到以后 我们一起来读 请 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 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名叫约翰 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 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纳光 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纳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的权利 做神的儿女 这个人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第一段经文先读到这里 这其实应该到十八节呢 是约翰福音的整个引言 从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这样的一个开头 如果熟悉旧约的话 你可以在哪一卷书的 第一句话 找到非常相似的影子呢 创世纪对不对 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所以呢 当时的起初 就是这里的太初 从最开始 当马可说 马可福音说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记在下面 但是呢 约翰说 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 不只是耶稣开始 降生在世上 开始工作 更早 从太初就开始了 这个太初 就已经预备了福音 这个太初在创造的开始 神就已经在做奇妙的工作 所以呢 约翰福音是一卷 特别的书我们看下一页 特别的书从这引言开始呢 我们就发现 还要在前两页 我这边好像没有那个 没关系 还要在前一页 对 这一个呢 这一段呢 这个约翰呢 是完全 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呢 约翰几乎是 完全模拟创世纪的第一章 来写 他整个架构呢 是从创造论 带入基督论 这个基督呢 就是从那起初 太初就有 创造天地的主 这个创造天地的主 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的主 就是 约翰要介绍的这位 耶稣基督 那所以整个 从这个约翰福音的 第一章到第二章呢 整个写作的架构 还有它的格式 就是仿造创世纪的写法 那创世纪第一章 我相信 在座很多弟兄姐妹 读过创世纪都知道 创世纪的写法呢 是怎么一个写法呢 他说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对不对 就开始神的创造 第一天造什么 第二天 然后这个世界呢 就产生了 那约翰怎么写呢 约翰怎么写 来 我们接下来就看 这个第一天 第一天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我们看第十九节 好 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那这个 这个投影片呢 是浓缩版 浓缩版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投影片吗 可以 那我们一起来读 请 约翰所做的 记在下面 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差祭祭司和立位人 到约翰那里 问他说 你是谁 他说 我就是那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修植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他们就问他说 你既不是基督 不是以利亚 也不是那先知 为什么施洗呢 约翰回答说 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这是在约旦河外 伯大尼 约翰施洗的地方 做的见证 好 所以呢 整本约翰福音 就是要见证这个光 这个真光来到世界 照亮黑暗 驱走黑暗 开始世界 因为世界的第一天 神说要有光 就有光 光来到世界 世界就开始 所有的光合作用 就开始产生 生命就开始产生 这个光 约翰要为这个真光 做见证 所以从约翰的见证 开始写 这是第一天 那接下来第二天 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好 第二天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请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 来到他那里 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就是我曾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认识他 如今我来用水施洗 为要叫他显明 给以色列人 约翰又做见证 我曾看见圣灵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猜我来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这是第二天的记载 第二天呢 约翰指着耶稣说 看哪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一个一生的见证 这一生的印证 这一生的这个旷野 在约旦河边的见证 上帝的羔羊就是他 除去世人罪孽的 就是他 除去神人拦阻的 就是他 除去异天元咒诅的 就是他 这个新的君王要来临了 这个神的羔羊要来临了 那第三天在哪里呢 如果你有圣经可以找找看 35节 35节 我们今天读多一点 读多一点经文 那这也是浓缩版 我们一起来读 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 就说 看哪 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耶稣 耶稣转过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阿弥在哪里住 耶稣便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住 这一天面与他同住 那时约有深圳了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赛亚了 于是领他去遇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这是第三天 这是第三天 不知道大家过去读经呢 有没有发现 这是第三天 第三天的创造 有门徒来跟随 有门徒 哪两个门徒呢 安德烈 还有他的兄弟 西门彼得 好 第四天在哪里呢 如果你找一下圣经 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又次日 又次日 四十三节 一起来读情 又次日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非利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非利是伯赛大人 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非利找着拿弹业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之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拿弹业对他说 拿撒勒人还有出什么好的吗 非利说 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弹业来 就指的他说 看哪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伪诈的 拿弹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说 非利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五花五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拿弹业说 妈咪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色列的王 第四天的创造 一个新的创造 一个新的宣告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神的王 是第四天的创造 好 那这前面四天呢 在第一章的记载 次日次日次日 第一天 从约翰出来 他说 我不是那个 我们看下一页 这第一章的重点是什么呢 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 这是福音的起头 太初就开始了 太初是从创造开始 所以约翰说 从新约开始的 新的救恩 新的福音 要引进什么 新的创造 这新的创造 从什么开始呢 接下来 看下一页 接下来呢 就是两次的见证 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 这个旧约呢 是需要两个人的见证 才能够定准一件事情 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的重点 施洗约翰的见证 当时呢 没有用其他人见证 不是祭司 不是法利赛人 不是耶路撒冷这些长老 而是施洗约翰的见证 因为施洗约翰是连结 马拉基书最后宣告的那个 火与圣灵 像火一样的先知 是在旷野 施蝗虫 野蜜 然后穿骆驼皮的 那个先知 所以在这里的见证 不是别人 就是那个旧约 所指的 马拉基书所指的 这个开路先锋 施洗约翰 他的见证 他的见证是什么呢 他说我不是那个人 我不是那个人 但是耶稣才是 耶稣是谁呢 是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当他宣告这个羔羊 当他宣告弥赛亚的来临 他其实说 新的国度 透过新的创造 要开始了 新的创造 有一个新的君王 那个君王就是弥赛亚 那个君王 就是上帝 一次献上 永远献上的 那一个羔羊 那所以呢 这两次的见证 带出来是一个新的君王 在新的国度里 要做新事 做什么新事 从什么开始呢 接下来我们看 呼召他的子民 既然是一个新的国度开始 那一群新的百姓 就要出来了 一群新的百姓 是谁呢 从这个约翰的记录 好像跟这个马可 或者是其他三卷福音书 不太一样 他从第一天 这个应该是说第三天 第一次呼召是 还记得吗 安德烈还有西门 就是彼得 当下呢 耶稣就为这个西门 改了一个名字 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基法 基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彼得 就是磐石的意思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发现 每一次上帝跟人 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新的接触 就像这个图画 就是这个背景的图画 比较淡的图画 大家有印象吗 这个有名的图画 就是这个意大利的 这个教堂 米开朗基罗的 这个天花板上的壁画 就是创世的时候 亚当跟夏娃的 那个接触 那个接触 是神人的开始 神人的开始 从有一个新的名字开始 这个新的名字 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 说亚伯兰亚伯兰 你不要再叫亚伯兰 你要叫亚伯拉罕 因为你要做多国之父 神也跟雅各说 摔跤摔到后来 神也跟雅各说 你不再叫亚各 你叫什么呢 以色列 所以这个国度要从你而出 以色列成为 所有亚伯拉罕子孙的 国家的名称 这个新的开始 为什么要改一个名字呢 为什么要改一个名字呢 谁能帮我们取名字啊 我们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爸爸妈妈 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跟他开始了 父子父女的关系的时候 这个名字就出现了 名字就出现 是一个新的关系的开始 是一个不一样的关系 更紧密的关系 更好的关系 而且是直接的关系 从此呢 父母亲就呼叫我们的名字 从小我们就是 就被爸爸妈妈 这样子叫大的 是不是 那当我们家里呢 如果要养一只小猫 或者小狗 你会不会帮他取一个名字啊 这个名字跟马路上 猫野狗就不一样了 因为那只狗 那个小玩具 或是那个小动物 或者是我们喜欢的 这个小的太鼎熊 他有一个名字 是因为他跟我的关系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在这里呢 当耶稣来呼召门徒 来找他的门徒 他的门徒 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是一个新关系的开始 因为有一个新的名字出来了 彼得 这个不再叫西门 他叫做基法 他叫做磐石 后来耶稣就告诉他 这个名字就是教会 要建造在他的身上 除了这个安德烈彼得 第四天又来了两个门徒 是哪两位呢 大家记得吗 菲利跟拿蛋业 这约翰的技术呢 也跟其他三卷福音书不一样 其他酸检书好像没有提到 耶稣呼召这两位门徒 但这两位门徒呢 很奇妙 他们都是同乡 一个接一个的互相介绍 然后菲利跟拿蛋业说 来呀 你来看 看什么呢 所有旧约上 讲到 这个 要来的那一位 已经来了 他就是那个 弥赛亚 就是那个新的君王 就是我们等候多时的救主 好 那这个拿蛋业还在跟菲利讲话 而且还说 拿萨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 大家知道拿萨勒什么意思吗 当时的拿萨勒 当时的拿萨勒 其实呢 跟现在的拿萨勒也差不多 如果你去过这个 以色列的话 你就知道 其实呢 现在的拿萨勒 大部分住的是巴勒斯坦人 当时的拿萨勒呢 也差不多 是一个外邦人居多的城市 所以犹太人呢 虽然这整个 这个 这整个领土呢 是属于这个 这个犹太人的土地 可是呢 因为这个北国南国的父王 所以这个 北边的这个拿萨勒这个城市呢 大部分住的是外邦人 到后来呢 犹太人就大量的移民 就尽量移民 所以 我们都知道 耶稣的老家是 伯利恒 对不对 伯利恒是在耶路撒冷 南方的一个小城 那为什么他的父母亲呢 离开了南方的这个伯利恒小城 跑到北边的拿萨勒 因为北边呢 是这个 气候比较好 气候比较好 比较下雨 南边呢 是比较干旱 比较沙漠的气候 所以呢 南边呢 既然如此干旱 不适合农耕 就是牧羊 羊群 养羊的畜牧业比较多 那北方呢 比较会下雨 比较湿润 那你现在去以色列也是这样 去这个北方的城市呢 适合农耕 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那现在特别是以色列呢 大量的开辟这个 苏果啊 大量种植这个农作物 所以走到北方呢 这一带呢 从加利利这样一直过来 到这个 拿萨勒啊 这个 这整个北边呢 都是绿油油的一片 所以呢 既然是农作物多 就是蜂蜜 蝴蝶多 所以呢 就是蜂蜜咯 南方呢 既然干旱羊羊 就是什么呢 出奶啦 所以呢 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北边加南边 整个气候变化很复杂 地形复杂 不一样的 这个以色列 那到了这个拿萨勒 是外邦人居多的城市 所以当时呢 在整个犹太人的背景 跟观念里面 这大部分都是 外邦人住的地方 好像我们觉得 哪些地方 这个外劳比较多 这个外面的人口比较多 我们会觉得 那边的人怎么样 就会有一个想法 当时的人对拿萨勒呢 就是这样的想法 可能觉得那个地方 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光景 那样子的文化 那样子的色彩 所以就说 拿萨勒还能出什么好的 但是在这样子的对话的时候呢 耶稣回头看见 拿蛋液就对他说什么呢 嘿 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啊 你心里面没有诡诈 拿蛋液大吃一惊 你怎么认识我 你怎么知道我 好像神跟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 主耶稣呢 已经把拿蛋液的心 看得很清楚 耶稣说 你还在跟菲利说话的时候 你还在那棵树下的时候 我已经看见你了 我已经认识你了 我看见你 我就认识你 当我们的主看见我们 他就认识我们 就开始一个新的关系 所以呢 第四天 拿蛋液对耶稣的回应是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王 他就宣告 就是整个约翰福音要讲的重点 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要进到这个新的国吗 要来这个 服在这个新的君王之下吗 是我们的主向每一个人的呼召 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 从不一样的名字 从对彼得有一个不一样的名字 从对拿蛋液有一个彻底清楚 完全的认识 神看我们 我们的主看我们 就是如此 所以旧约的创造 第一天有光 第二天水陆地分开 第二天 第三天植物其身摆花其放 这样子的过程 在新约的开头 却是新的救主要来了 上帝的羔羊要来了 除去神人隔阂的 罪孽的那个人 他来了 新的君王来了 接下来他要做不一样的事 不一样的事 接下来的记录在哪里呢 我们看下面的经文 下面的经文 第三日 前面已经有四天了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再加三天 是几天呢 七天 第七天 第七天做什么 这个经文比较长 然后这一段经文 大家都很熟 就是主耶稣在什么 迦南 对对对 遍水为久的 这个约翰福音的 第一个神迹 第一个神迹 大家都很熟啊 所以这个经文呢 这个大段经文 我们就不读了 这十一节的经文呢 就不读 耶稣跟他的家人 跟他的门徒 在这个加拿呢 参加一个婚礼 这个婚礼上 这个太开心了 来的客人太多了 那酒呢 一下子就喝完了 喝到一半呢 喝完了 喝完了以后呢 管家就跑去找玛利亚 可能他们这个新郎新娘呢 是耶稣的近亲 是比较亲近的 这个亲戚 所以会来找玛利亚 玛利亚就去找耶稣了 那耶稣就说 哎 时候还没有到 他的工作 好像不是 似乎原来不是计划 从这时候开始 可是呢 在这样的场景里面 却发生了第一件神迹 这个第一件神迹 把水倒进门口的六个石缸 那犹太人的规矩呢 也许大家对这段圣经是很熟 犹太人规矩就是在门口呢 两边各摆三个石缸 每一个缸呢都装水 装水的功能是什么 嘿 对 洗手洗脚 因为呢 这个 穿着草鞋啊 绷尘仆仆 为什么要洗手洗脚呢 去吃洗酒啊 就是在这个婚宴上 那这个婚宴呢 不像我们今天啊 是坐着吃 他们是怎么吃啊 半躺着吃 半躺着吃呢 就要脱鞋 就要上踏 对不对 所以要洗脚 这个 这个 不能这个 一脚的泥呢 把人家的这个踏呢 都踩脏了 所以这石缸呢 在旧约的规矩呢 就是洁净的礼 洁净的石缸 进门呢 洗手洗脚 洗干净了 可以坐上主席的宴 这个主人的宴席 坐在主人的宴席 这六口石缸呢 其实在这里 有更深的意思 就是旧约的律法 旧约的律法 把水灌满了 咬出来 成为不是水了 变成什么呢 酒 然后拿去给大家喝 那个管家说 怎么次序倒过来了 人家都是刚开始喝 这个好喝的酒 美味的酒 最棒的酒 那为什么你把好的酒 放在后面 因为大家已经喝得 有点不省人事啊 你餐点水都没关系啊 为什么好酒还在后面 那所以呢 约翰他写的这个神经呢 放在婚宴里 是创造的第七天 放在婚宴里面 在这个新郎跟新妇 开始新的关系 新的家庭 有一个新的开始 也许这家庭 将来会有新的生命 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 打破旧约的律法 突破旧约的限制 突破所有的礼仪 要做变水为久的新事 变水为久的新事 是新的创造 新的开始 那我们就要问咯 就想问大家 大家圣经都很熟 创世纪第七天 上帝在做什么 在安息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知道 创世纪的第七天 神看一切甚好 哇 在那个天移地洞当中 在那个山川这个摇汉当中 在那个这个板块 跟板块挤压当中 美好的世界出来了 这个人造好了 伊甸园为所有的人预备 那神看甚好 甚好 甚好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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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完以后 造完人以后说 哇 太好了 人真是太棒了 是他最精彩的创造 然后第七天呢 上帝说 来 安息了 所以要问大家 安息是什么意思 今天是安息日 对不对 安息是什么意思呢 休息 天下雨天 天下雨天 在家睡觉的日子 这也是哦 可以休息 全身放松 好 我们看下一张 真正的安息是什么呢 真正的安息呢 在这里就讲了 在所有一切的创造 全部完成了 伊甸园为人预备 亚当跟夏娃在里面 修剪 看守 然后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这么美好一个世界 为人而预备 就是进去享受上帝的丰盛 然后到新约 照理讲 第七天的创造 应该是休息了 停了世上所有的功 享受一切美好的创造 但是我们知道啊 因为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人犯罪 所以呢 我们的神 不断地 还在继续做工 要帮助我们 引进到最后的安息 带领我们进入 最后的伊甸园 将来的新天新地 所以主耶稣基督 昨日今日之道永远 他在最后的安息 来到以前呢 他还在工作 因为世界并不圆满 我们并不圆满 罪还在这里 恶者的作为还在这里 所以 在人的尽头 久用尽的时候 我们的主耶稣 在第七天 为我们工作 为我们工作 要带我们进入 新的安息 进到这个婚宴里面 一个更丰盛 更好的酒端上来 一个更开心 因为呢 还有酒喝 还要继续开心下去 还要继续 欢乐下去 在我们人生里面 有没有酒用尽的时候呢 在我们人生里面 有没有没有办法的时候 面对这么多的客人 从哪里找呢 从哪里找呢 我记得我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呢 大陆刚开始开放 然后上帝呼召我 然后我就开始做中国事工 做大陆事工 也跟我们当中出来宣教士 后来也是一起同工 那我还记得 第一次呢 就跟着我们前面的资深的同工 香港的同工 在中国这样子 很快两个礼拜呢 十四天 跑了一大圈 跑了一大圈 几乎坐了上百小时的车 从南方的广州 一直从河北啊 这样山东上海 这样绕了一圈出来 走马看花 看一下 原来中国教会是这样 第二次进去呢 就要开始工作了 就开始进入状况 那我们的主要工作 就是进到家庭教会 培训当地的家庭教会的传道人 那神学院刚毕业呢 当时我们一组三个人 有我的老板 还有神学院的一个老师 他是交就约的老师 那我们三个人呢 就一组呢 也是大老远 去哪里啊 我记得是去东北 去东北 去吉林这个地方 哇 从这个火车啊 一路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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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到这个 这个大站 又转小站 然后这个 还在火车站 睡了一夜 半夜里呢 接到这个小站的火车啊 到了那个站呢 早上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呢 我们三个人呢 就冷搜搜的啊 坐在那个 也不是冷搜搜 我记得是这个 七八月的时候啊 早上还是挺凉的 好 不像我们当中 有没有东北来的 那坐在火车站 等着等着 天亮以后呢 那个 教会的传道人啊 教会的领袖就来了 然后就接我们去 好 就休息一下啊 就第一天就开始上课 好 这个上午呢 是我们神学院的老师讲课 下午呢 就安排我 教课 晚上呢 就是我们的 我的老板 裴玲 好 大家分配好了 就开始 结果没有想到啊 第一天下午呢 我这费尽千辛万苦啊 当时呢 使劲浑身解数 把我的看家本领 归纳法查经 我想 当时中国啊 二十几年前的中国 应该上过归纳法查经的人不多 那我们 希望家庭教会的领袖呢 更知道怎么查经啊 有掌握一个简单 好懂又 这个深入浅出的查经法 那我就跟他们讲 归纳法查经 结果呢 也不知道是怎么样呢 当时一个 一间这个小小屋子啊 集了七十几个 放野望去呢 全部都是东北的这个 大汉呢 几乎清一色 全是穿绿衣服的 你知道那个时候啊 清一色的这个绿衣服的 这个 弟兄 每一个都是要讲道的弟兄 就坐在那里 这个很艰难的 皱的眉头呢 听我讲他们 深屏第一次听到的归纳法查经 然后呢 好不容易啊 这个下课了 这个天气又很热啊 这个七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子啊 也没有这个电扇 也没有 更不用说冷气了 到五六点呢 吃晚饭啊 这时候呢 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呢 就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说着说着啊 哎呀你们辛苦啦 怎么谈谈谈 谈一会儿呢 吃一会儿呢 就转过头来呢 看着我说 左老师啊 哎哎哎哎 我们知道你讲的课很好 可是呢 我们觉得 这个崔老师 就是我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 讲的呢 更好 更重要 所以啊 接下来的四天啊 可不可以他多讲一点啊 这是下午的课 也归他讲 你说我吃他那个馒头 就是卡在这里 这个呢 这实在太刺激了吧 这个神学院刚毕业 然后呢 我们三个人一组啊 后面还有其他的地方要去 这不过是第一个点 好 就去到东北这个小乡村啊 你们知道东北人很直嘛 就是这样 好 就有话 有什么话 就说什么话 那好吧 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可以先走吗 又不能先走 还有几天啊 还有四天 那我能拒绝他吗 说不行 我一定要讲完 不行啊 就说 好啊 好啊 那我老板也说 好啊 那崔老师啊 你多讲一点啊 你辛苦一点啊 然后后面四天 我在那边做什么呢 吃饭 睡觉 就这样 非常非常的尴尬 非常非常的难受 生平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 哇 真是 神学院 刚毕业啊 你说有酒吗 真是酒用尽了 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的吃奶的力气啊 把我知道都讲出来 他们说 他们想要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好啊 那就熬着熬着熬着 然后后来离开 我记得从东北啊 一路南下 坐在火车上啊 这个事情实在太刺激了 好 我除了祷告 我还能怎么样呢 好 可是我想一想 我没有在教会 慕会 好 那我将来的服事 就是要去大陆啊 就是要 一个站一个站 不停的 培训教导 现在遭遇这样的状况 我跟祖说 祖啊 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没有在教会慕会 我连一个讲道的地方都没有 我连一个操练 练习的地方都没有 我连一个对象都没有 因为我们就是 一年有半年在中国嘛 这样跑来跑去 好 那 连一个稳定的 一个长期的一个 比方说 一记三个月 可能都待不满台湾三个月 我们又要出发了 连一记的这个 成人主学都没有办法 交完 交满 我就跟祖说 怎么办呢 我去哪里呢 我一定要操练好了 我才能进去啊 不能像这样子啊 这个事情不能再发生一次 我怎么办啊 我跟祖说 祖啊 求你为我预备一个奖牌 求你给我操练的机会 求你让我有一个 可以更老练 更纯熟你的道 操练的更好的地方 主啊 求你给我 我就跟神这样祷告 我没有办法啊 我没有办法 真是人的尽头啊 我去哪里找呢 我去求谁呢 好 结果没想到 当我回到台湾 第二天 我们教会的牧师 就打电话来了 他就跟我说 大圈 你毕业了 教会欢迎你来讲道 一个月来讲一次吧 那时候我 当下我就 我就跟神讲 主啊 你真是呼召我的神啊 就像彼得安德烈 上帝找我们进他的国 找我们进他的家 他就要负责啊 我的酒用尽了 他就要做心事啊 他要便水为酒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在我们的教会 每个月只要我在台湾呢 就是有固定的时间 就是我就会在教会 有主日分享 讲信息 每一次都认真准备 因为前面那个记忆 实在是太刺激了 不能再发生一次 认真准备 用心的准备 好几年以后啊 教会我的姐妹 她还这个分享完了 散会了 来跟我说 大萱 你讲到有进步 跟你刚开始的时候 不太一样了 你讲到有进步 我也不知道 什么是进步 可是呢 我知道 神真的是在我身上 做便水为酒的事 做一个新的创造 对我来讲 我这一生就是要 在讲台上 侍奉神的 我一定要突破 我过去的框架 突破我的有限 靠我的主 便水为酒 便水为酒 否则我怎么走下去呢 否则 这广大的中国的河场 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 我从何供应 在这个迦南的婚宴 他们坐在那里 等吃等喝 他们饥渴 渴慕上帝的话 我怎么供应他们 我是拿不出来 端不出来 我就来求我的主 我的主就做 便水为酒的工作 他们就让我的教会 弟兄姐妹 成为我讲台的 教导的小白老鼠 可是呢 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 我们一起学 一起分享 一起成长 那一代又一代 我看见 我现在在华神服饰 我看见神在 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 也要做便水为酒的工作 我们每一个人 可能在我们的关系里面 我们走到一个 没办法了 用尽一切办法 找不到新的契机 我们可能在工作里面 可能在功课里面 我们可能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情境里面 有人跟我们说 你休息 这个休息啊 一点不安息 一点也不安息 反而心里面啊 非常非常难受 但是当神进入 带我们进入 祂真正的安息 是看到一个 更加的丰盛 从此以后呢 我去到很多的地方 去到很多的地方 常常呢 分享结束了 培训结束 工作 服饰结束 那个教会的 这个 这个 负责的同工 就会来跟我说 姐妹啊 欢迎你下次再来 我知道 我知道是谁做的事 我知道是谁的工 我知道 现在的更丰盛 现在服饰主 心里的更喜乐 是从何而来 是我的主开始的 是从迦南那一次 在我一切穷尽的当中 在我一切 在应该是欢乐 开心的场景里面 却一滴也不剩的 尴尬里面 主开始的 一个新的 新的时代 新的国度 新的君王 做新的工作 为我们在这一切当中 他的工作 他的安排 他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为我们带来 新的契机 新的安息 新的安息 享受他 更加的丰富 心里更加的喜乐 晓得各位弟兄姐妹 你心里面 有什么事 你已经没有办法了 可是 不要忘记 来找我们的主 不管他说 现在是不是时候 但是我们没有了 我们就来找他 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 打破过去所有 我们人的有限 我的有限 我的年轻 我的经验不足 我的一切都不够 我一切的缺乏 他可以 变水 为久 新的创造 在安息的那一天 在第七日 的那一天 这是最圆满的那一天 让这个婚宴 更加的欢乐 让人 更加的欢乐 是新世纪的 上帝的工作 新世纪 上帝的工作 他来到我们当中 住在我们当中 常常在他里面 他也常常在我们里面 当门徒说 来跟我们的夫子一起住 这个住呢 跟这个约翰福音后面 我们常在他里面 那个常常的常 是同一个字 是同一个字 跟夫子住 常在他里面 这恩典够用 恩典够用 不要害怕 只要在他里面 更丰富 更欢乐的神 天天与我们同在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啊 你是超过所求所想的神 我们不能预期 生命中会遇到什么事 我们以为预备好了 我们以为我们足够了 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出发了 主啊 但我们真的不知道 前面的路是什么 主啊 当下的处境又会如何 但是主啊 你知道 已为我们预备了 你可以使无变有 你可以使水变酒 求你恩待我们 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我们如水一般的生命 在我们如水一般的有限 让在我们原本 有限的功能里面 主啊 你要在我们身上做新事 开我们眼睛 让我们看见 明天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我 主啊 是你新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 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 大声来跟你求 大声来 把我们的有限 把我们的不足 来向你成名 来告诉你 主啊 我们相信 你的丰富 够我们用 使我们心里欢畅 因为我们的主 与我们同在 这样祷告奉靠 耶稣基督的圣明